你不想让我拒绝 把乌雅叶子的东西 全给我扔出去 一件都不许留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高总这么做 不太合适吧 乌雅叶子抄袭的事情 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了 让这种人担任我们公司的设计主管 会让我们公司名誉扫地的 我没有抄袭 也绝对不会抄袭 你还想狡辩 你给同心公司的设计主管 和司徒的获奖作品一幕一样 乌雅叶子 抄袭可是犯法的 司徒没告你 已经是你走大运了 赶紧给我离开公司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快把他给我拖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盛哥哥 叶子抄袭这事是板上钉钉了 你不会还想维护他 你可是公司的CEO 不能拿公司的声誉开玩笑 罗总 你相信我 我没有抄袭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想得美 你休想来在公司不走 我相信叶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可以拿自己总监的职位 给叶子做担保 你 杜总监 不会是抄袭的事 你也有份吧 这个项目 可是你经手的 不是所有人 都会偷别人的东西 高总 你 我给你一天时间 盛哥哥 那要是 他澄清不了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 高总 您在吗 衣服洗好给您送过来了 你做得很好 就让这件事继续发酵下去 我这次 要叶子身败名利 尾款一分都不少你的 司徒 你可别忘了 这次要不是我给你叶子的底稿 你怎么可能得国际大奖 现在名利双收 你就乖乖地给我把嘴巴闭紧了 選手 设计团 您好 我叫叶子 杜倩 我想到了 分手之后 我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城市 我不确定 那幅画还在不在老房子里 照片上的时间 就是你离开罗总之后 去休假的那段日子 之后你也没有回过那边 应该还在那里 咱们连夜赶过去 连夜赶回来 应该来得起 咱们连夜赶回来 杜倩 我找到了 就是她 高总 毕竟我们和韩傲 是长期合作的 现在来做这个黑脸 主动与韩傲解除合作 始终是伤和气的 李总在公司的影响力 我自然是很清楚的 不然 怎么会选择跟您合作呢 高总 这是什么情况 我 建议